那時候有真的去濟公寺福嗎 是今天這個禮物嗎 沒有 你自己帶著 有一個國度 是在嘉義的一間就是濟公寺廟 我大概求的 我那時候還有特別跟廟公說 他就有幫我們駕駛過 大概有80個小福福這樣 剛好開進 制服 然後開進的時候有發給大家 是 濟公廟求的 就讓濟公來保佑你們 你每整個拍片過程都帶著 那個其實感覺會比較行嗎 行啊 今天有帶嗎 有在包包裡面 好 完蛋了 完蛋了 沒有啦 好 來請開始收說聯誼事件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有什麼事情 到你們覺得無法解釋的 在台車的過程 到底沒有說話 沒進來 哇 聯誼事件 爸爸 喂 我是爸爸中間來談吧 好 聯誼事件 大魔頭來了 好啦 講正經的啦 有什麼無法解釋 好像第三天還是第四天 我們在宜蘭那邊 我們是拍一個成功戲 然後一早大概我們就是 半夜兩三年都到現場 對 然後那天有點奇怪 就是那天好像也沒有說 特別的風大或怎樣 晚上 然後我就走去廁所 然後那時候我們每個人都會帶 自己的導演牌啦 就是那個塑膠 工作陣 工作陣的那個概念 然後走在路上 突然有這種風 就好像有一個打招牌中間 飛過 然後那個風就把那個 我的那個 那個震 直接刺在我眼睛裡面 然後 可是那天還沒拍嘛 所以那天就是 等於就是 算是 嚇了一次音樂劇導戲 那天是 拍我 那天拍就是拍我 拍回憶器 今天那個畫面我都不知道 你知道嗎 他就 我今天看不到 明明沒有風 就一陣怪風 把你的導演證 戳到你一隻眼睛 對 讓你那天很不舒服 基本上真不太 我倒戲的時候 我都是這樣子 真的啊 瞎拍啊 你啊 哈哈哈哈 好靈異喔 好想看那些結果是什麼 修哲 你亂演他都不知道了 其實 對 不過這真的很難解釋 就像你講的 沒有風的狀態 對 突然 可是 就是 也是之後 我跟正琳我朋友去問老師 然後也是說 那次是 也是算幫劇組擋一個摘 然後也是 也是跟警告 可是同時也 我覺得是 我們這邊 不大不小的警告 提醒你一下 重點是也沒影響到拍攝 因為隔天 我們那天晚上 我們之後去看急診 然後是好像黑眼球 就是有一片被割下來 可是就是 所以就是 休息 24小時 風演24小時 然後隔天也是夜戲 所以也沒有影響到 所以我覺得 算是 不幸的會大心 善意的吉時 沒錯 對 還有遇到什麼 那個是 在我們開車去竹井的時候 因為我們在戲子房 然後 我早上也是早上就GPS 把我帶到一個深山裡面的兩個墓碑前面 導航 帶錯路 帶錯路 然後那個end point 就是在兩個墓碑的前面 對 那就是你要換新的導航 這有什麼好令義的 這個就是有點穿著附位 那你就換一個 導航帶錯路 每天都有發聲 OK 對不對 謝謝你的分享 我們盡量輕鬆一點 不要把他講得太恐怖 來 珍玲有沒有碰到什麼 難以解釋的事情 我跟導演有一個很類似的 因為那個 我的裡面的酒瓶 在一個很重要的時機 他導演那時候在拍攝的時候 希望他可以破掉 但是我說 因為他可能是玻璃或是陶瓷做的 所以我說他破掉 或在我手上 我可能會整個手 就是都是血 那我說反正我試試看 我不知道做不做到 然後我就拍 然後拍完之後 一action幾兩鐘 他就真的破了 然後你就在我手上整個破掉 會到的時候 我那個正在拍 我就在心裡想說 我等一下應該要立刻送急診 然後手應該都行 結果卡的時候我拿起來 看我手完全沒事 然後因為我有點擔心說 是不是什麼事 我就有立刻問我老師 然後老師說 你立刻看你的手上 應該有一個點 那個點像真叉的 他只有這麼小一點 但你一定有見血 然後我就看完之後發現 真的有一個非常非常小 小到比真叉的血還要小 他就說 就是幫劇組擋了一個宅長 就是你小小 就像剛剛一樣 就是一個提醒 但是也幫大家擋一個 就你自己小小點 沒有什麼太嚴重的缺 但是就是有異狀發生 這個很難解釋 這件事我唯一在公布 是沒有跟劇組講 真的很恐怖 我們在組織第九分舉行 拉出來的景 開設一個禮拜的時間 每一天喔 只要進去裡面 都冷汗一直流 每續七天 出來就好 後來終於找到原因了 你有沒有冷氣 你很煩欸 很煩欸 那邊都沒辦法開冷氣 所以你還一直流 我也是 我也是 好恐怖喔 我媽呀 你也是啊 然後出來就好了 對不對 好恐怖喔 神經病 好啦 逸兒有沒有什麼 讓你難以解釋的事情 我覺得沒有比碰狗還恐怖的 先這樣子 沒有比碰狗還恐怖的 沒有比碰狗還恐怖的 不是說他剛剛講的故事 你 我同意思 我對手戲是碰狗 又見到鬼了 好恐怖喔 好 秋拙有沒有什麼難忘的 印象中 嗯 有一個是我們在拍 那個 如新家的天台 那個養排其實很小 大概只有 只有 這一塊 然後那邊是門 所以 那顆鏡頭是 我要出去 對著那個門 然後碰過開門之後 看到是他 然後 趕快把槍放下 就是說 你怎麼在 大概是這樣的過程 那個是 是機器家這邊 在拍碰國這裡 對 所以那台機器 只有 一個攝影師 跟一個攝柱 對 然後這邊有個燈光屏 因為很緊 好我是攝影師 好了 我們就擠在這裡了 然後這個燈打燈 好 那我們就在 就在聊 對 然後我們身上有一個裝備 有一個牆 然後碰國突然說 其實不在這裡 不是 他 欸 還是要記熟一點 欸 沒有 甚至私下就不是那個裡面的牌子 所以碰國說 他的彈甲不是 欸 彈甲 在那邊 沒有啦 彈甲在我這邊 彈甲沒有叫什麼 突然間 看 看 彈甲這樣做 就這樣 就是這裡 這裡面是空的 那邊也沒有 所以我會進去 把彈甲丟出來 可是那個 走動的層在 對 我們是所有人 聽到那個彈甲的聲音 才來往下看 對 對 有人遞彈甲進來 但是誰 看不可能有人 對 我回頭看 因為他看得最清楚 對 這個這裡的A機 他就 然後我也 其實大家都不要想 心照不虛 別說破 對 有人幫忙遞彈甲 而不是人 可能是什麼 對 因為這裡是沒有人 這裡也不可能 很容易 對 只有這邊有 然後這裡是陽台 所以工作人員都在 對 多久 OK 這場景是誰好的 不太有人 突然間丟進來 因為不可能他突然掉 從哪裡掉下來 對不對 很準 而且那個彈甲 不可能會離開 槍套 太多了 那我們就知道 那我們就知道 我們就 然後這邊有個 可以了 然後你說什麼 這邊還有什麼 是一個社助的弟弟也是這樣 來我們大家一起 好 大家懂 謝謝 點到位置金鐘 要去看這一次的第九分局 這好問題 因為俗話說 我記住我不欲募事於人 怎麼辦 是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 應該說新的類型 就是說 我們當然裡面有很多驚悚的部分 可是 在鏡頭上面 我們用很多新的方法去 去拍攝靈異這件事情 因為以往就是 簡潔的反差 或者是 顏色的影響 但除了這些之外 我們有很多的運鏡 跟 我們的特效 是大家意想不到的 對 所以就是 處理箱的不畏太英俗 不畏太是下虎人為前提 對不對導演 可以討論的是 還有可能我們 對鬼的定義吧 對無形人的定義 就是 這電影裡面其實也講了滿多詩 其實 我們會下完詩 下完詩之後 才跟你講說 其實不一定要這麼害怕 你要注意一些 有一些 有一些注意 其實你就是可以 我安全的 很平衡的 這樣 我跟你講 直接是可以共同存在 共同存在 對 因為我真的很怕多 我覺得很恐怖 所以我盡量過往就會吵 最近觀眾就是 如果遇到很恐怖的地方 你自己去就過了 也對 他瞎猜我們瞎看 對不對 後果咧 你要補充什麼 怎麼推薦呢 想法去看地球的局 他不是那種 過去你在看什麼 某某什麼 什麼樣 嚇人的 你一定嚇到發生 不會 不會 你看我之後我相信 觀眾朋友會帶著 瞭解的某些事情 得到一些 不同的 溫暖的感覺出去 好 謝謝共同的解讀 好 還有沒有問題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要進行這個 啟動儀式了 好 好 2019 暑假壓軸 通領辦案 8月29日 第9分 到13秒 3 2 1 這是我們第9分局的